为了鼓励更多的导师因应时代的变革 推广多元世信教学 由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主办 发现天赋成为孩子了的博乐研习活动 25号的下午寻回来到了花莲住墙国小 邀请到广告导演和多位的老师以及家长 交流分享创意的经验 期盼老师家长们透过阅读等多元的方式 陪伴孩子学习一同来发掘天赋 源自让天赋自由 让天赋发光两本书的启发 财团法人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 自106年开始办理发现天赋 成为孩子的博乐研习活动 寻回全台各乡镇 鼓励导师家长陪伴孩子找到兴趣与专长 25日来到花莲住墙国小 并邀请业界广告导演鲁建章 分享独具创意的人生 交流不同的生命经验 花莲的孩子有阅读文化基金会 他们的努力 那这样子不管是城市还是偏乡的孩子 都能够享受到他们的服务 那如果老师愿意帮忙 孩子就可以有读不完的书 那今天的研习 或者他们平常对于爱德书库 相关的一些服务 我相信都是很让我们的师生 受益很棒的活动 过去的三年来我们已经办了三十几个场次 在各县市的一个巡回 那主要就是推扬多元式性教学的部分 那期待透过这些爱阅读的老师 把这样的理念可以传递到孩子 以及他的课堂上面可以让每个孩子都能发现天赋 然后有他自己人生的一个开放跟光亮的一个舞台 在花莲县的部分有七百七十二箱书 那总测数会在两万三千一百六十册 那提供花莲县的老师们可以在爱德书库的平台免费的借用 作为一个所谓的大人们 也许我们对于孩子 唯一要做的事情是 帮助他们有能够发现问题的能力 然后甚至有面对问题的勇气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更拥有愿意去解决问题的创意 我不敢说是孩子的伯乐 我宁愿当孩子的朋友 就好像我女儿今年五岁 所以我今年等于是在读我的五年级 我是因为她的出生而开始重新学习 甚至有很多时候反而是在补课 那希望跟其他伙伴们一起分享这条学习的路上 除了精彩的人生经历分享 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也分享作家书籍 给予会教师和家长 期盼持续传递多元智慧 实行教学理念 鼓励师长多陪伴孩子 让孩子各瞻所长 更多活动场赐予讯息 可上脸书粉丝页 爱的书库 财团罚人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 记者讲方言华联士报导